《小米》 当地小米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用一句话来去概括 就是小米是一家以手机智能硬件 IoT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 小米最近几年的发展也是特别的迅猛 尤其是在我们在Q2的时候 也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整体全球的销量超过了苹果 成为了全球第二 无论是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销售到服务 我们都是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 小米国际业务发展是比较迅猛的 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依靠 我们合作伙伴的自由的语音系统 其实就很难做到统一的一个管理 包括我的SLA的规范 包括我整个服务流程的一个规范 在选择Gensys之前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很多 在市面上的一些语音解决方案 但是Gensys最吸引我的点 在于它的全球的部署能力 以及全球的全渠道的一个可扩展性 Gensys的开放性是很好的 比如说Gensys和我们客服的工作台 就有一个很良好的集成 最近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小米联合Gensys 以及微软 在做小米全球客服系统的一个数字化升级 我们小米国际服务呢 覆盖了全球大部分的地区 比如欧洲 中东 非洲 独联体 日韩 东南亚 每个区域呢 其实都有很强的独特性 比如欧洲 就十分重视GDPR的一个隐私保护 独联体呢 要求本地录音 Gensys呢 为我们小米做了一个全球化的部署方案 其他厂商的语音方案呢 其实很难满足我的诉求 这也是我选择Gensys的一个点 其实小米呢 一直在效率上呢 是很追求的 比如说我们在 提出我们的需求的时候 以及到最终的落地呢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特别紧张的 Gensys呢 也最终能够帮我们做到 很好的落地 我们上Gensys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们其实可以在实时地去监控 我们的做器状态 包括进行来访的监听 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 整个一个case的一个处理效率呢 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最终呢 我们的整个的客户满意度呢 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之前呢 我们整个全球的客服站点呢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 业务数据呢 我们其实很难做到一个 一体化的管理 我们上Gensys之后呢 其实就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去看到我全球的业务